哈喽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片片君说电影 我就是专职为大家剪辑和解说悬疑片的片片君 本期节目继续为大家讲《下女的诱惑》 《下女的诱惑》是典型的片中片《局中局》的悬疑片 一共分为三部,分别从不同的视角 讲述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和阴谋 我们在上一期视频中讲述了第一部 藤原和书姬合谋骗婚小姐 本打算骗婚小姐之后瓜分小姐的财产 然后送小姐进精神病院 可最后进精神病院的是书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本期视频讲述《下女的诱惑》第二部 从藤原和小姐的视角讲述另一场片局 话说小姐有一个很有很有钱的父母 但是很不幸,父母早逝 小姐成了孤儿,继承了大笔遗产 小姐被送到朝鲜,姨父姨母收养 但是更不幸的事情在后面 姨父是一个色情插画师 行为怪异变态 经常逼迫姨母给一帮老男人读色情书籍 还要会声会色 比如读金瓶梅 充斥着赤裸裸的性描写 小姐姨母很是难为情 但是没有办法 在日本和当时的朝鲜 男人地位很高 女人地位低下嘛 变态姨父不但逼迫自己老婆 当众读金瓶梅 自然也没有放过模样身世俊俏的小姐 要求小姐从小跟随姨母学习朗读 小小年纪就要各种色情书籍 读不好还会挨打 用一串铜铃狠狠地抽打小姐稚嫩的手 小姐的手顿时血肉模糊 大家留意一下这串铜铃 最后会成为小姐和书籍的欢愉之物 你们懂的 第三步 片片君会为大家讲 小姐和书籍怎么用这串铜铃 不但姨父变态 管家也很变态呀 吓唬幼小的小姐 要好好听话 好好读书 否则姨父会惩罚她 惩罚的方式就是 用庞大的身躯压住小姐 你嘛 这管家也是够变态的 吓得小姐只能乖乖听话 小姐在姨父的监督下 认认真真跟着姨母学习朗读 在压抑的氛围中 小姐一天天长大 更是出落成一个大美人 变态姨父 以及来家里参观朗读会的一群老男人 都对小姐垂涎三尺 小姐的姨母 长期处于如此变态压抑的环境中 终于精神崩溃 吊死在自己院子里 一棵开满花的樱花树上 小姐正式接替姨母成为朗读者 为那群变态的人朗读色情书籍 不但要会声会色 还要和变态姨父配合对白 甚至被变态姨父要求 和木头人表演一些高难度动作 那帮变态老男人 看得坐立不安 满头大汗 纷纷用手捂住裆部 藤原就是听众之一 第一步有讲到 藤原是个假装伯爵的骗子 知道小姐继承了大笔遗产之后 打算骗婚小姐 但是很无奈 藤原明白 凭借自己的撩妹技术 很难打动小姐 所以就向小姐坦白 并和小姐达成一项交易 那就是解救小姐回日本 然后分一大笔财产给藤原 小姐认为 就算逃回日本 也摆脱不了姨父的追杀 姨父为了防止小姐逃跑 拿地下室里的秘密刑拘 恐吓小姐 小姐想起来就浑身发抖 这时候藤原和小姐心生遗迹 那就是找一个仆人 和他们一起逃回日本 然后仆人代替小姐 进精神病院 小姐则以仆人的名义生活下去 彻底摆脱姨父的追杀 藤原找来的这个仆人 就是书姬 藤原和小姐 假装感情一步步升温 还趁着外出写生的机会 在野外交欢 故意给书姬看 让书姬相信他们真的相爱了 但是此时 由于长期相处 再加上和小姐的几次偷欢 书姬已经彻底爱上了小姐 看到藤原和小姐亲热 书姬非常伤心 书姬决定 不再为了金钱和藤原 和谋欺骗小姐 要彻底解救小姐 然后和小姐恩恩爱爱地生活下去 从小就是孤儿的小姐 显然很渴望被爱 面对书姬的温柔体贴 原本冰冷的心 也逐渐融化爱恨纠葛之中 再加上对姨父的恐惧 小姐决定像姨母那样 在樱花树上上吊自尽 幸亏被书姬救下 至此 小姐彻底被书姬的爱感动 决定和书姬合谋 利用藤原逃回日本 然后再解决藤原 和变态姨父 终于等到姨父外出的机会 书姬和小姐为了泄愤 销毁了大量变态姨父的藏书 全是一些色情书姬 用手撕 用刀划 把书丢到下水道里 反正是怎么解气怎么来 大肆破坏一番后 藤原 小姐 书姬 逃回日本 小姐和书姬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计谋 还是按照约定 假装和藤原结婚 书姬以小姐的名义 尽了精神病院 然后《下女的诱惑》 这部电影最让人解恨的地方来了 小姐为了摆脱变态姨父和藤原 她要把藤原送到姨父手里 让姨父和藤原相互折磨 小姐如何把藤原送到姨父手里 书姬又如何从精神病院逃出 小姐和书姬再次聚首之后 又有哪些相言之事 欢迎大家收看下期视频 片片君精心为大家剪辑和解说悬疑电影 喜欢就订阅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